吞噬星空火星场景预告发布 外星钢铁城市已上线 小伙伴们等了好久的吞噬星空动画 也终于要回归了 自吞噬星空动画停播 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 这让大家火等得十分焦急 原本计划是在九月份回归 可是现在鹅长已经确定了六个大制作的新翻动画 却依然没有收到吞噬星空动画的任何消息 就当大家以为官方又要食言的时候 吞噬星空动画官方突然发布了一则全新的预告 展示了宇宙片中的火星钢铁城市 从最新的预告片来看 火星的环境非常贫瘠 到处都是黄沙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有九座金字塔漂浮在空中 地下还有一个衰落但清晰可见的钢铁城市 整个场景的建模非常宏伟壮观 与原柱相当贴合 给人一种逼真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 火星本来就是一个工业星球 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地下的钢铁城市是矿工的基地 而漂浮在空中的金字塔则是能量塔 仿造机械族制作能源而建成的 以上就是预告片的大致内容 考虑官方现在已经开始预热 那么这次复播定档时间 应该就在以前了 最后还是好期待 浑市星空正式定档的那一天